大家好,我是Sophi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美味的佳肴 牛腱牛筋汤和粉 这也是广东人特别爱吃的 这些是今天用到的主要的食材 有一块这个是牛腱 还有一个牛筋 一个萝卜 两个洋葱 还有一些姜 还有八角 一些青菜 一些小葱 还有苹果醋泡的小辣椒 最主要今天我煮的是河粉 所以这个 这个是Rice Loodle 一会要把它泡在水里头 然后再去煮 要先泡再煮 另外就是要用到的酱料是 橄榄油 老抽 生抽 沙茶酱 还有苹果醋泡的小辣椒 准备一盆清水 准备一盆清水 现在把这个给它泡进去 一定要先泡了才煮 如果不泡了去煮 煮出来的就不好吃了 把这个Rice Loodle拿出来泡在里边 给它浸泡 浸泡到它散了 它会散开来 那就好了 而且它这个Loodle的颜色 现在是这样透明色的 泡好了以后 它就变成白色的 那就可以了 现在我来做的就是 把这个牛筋和牛井 过一下水 去掉里边的腥味 冷水下锅 放上一块姜和一些八角 然后把洗干净的牛筋和牛井 现在放进去煮 煮到水开了 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盖上锅盖 让它煮开 现在我把这个洋葱 稍微切一下 把姜也切一下 把姜也切一下 把大萝卜 把大萝卜切一下 把大萝卜切一下 现在开始煮汤 现在开始煮汤 加一个一勺橄榄油 把洋葱 姜 八角 放进去爆香 洋葱 洋葱爆香以后 煮出来的汤的味道特别鲜 很美味 加入一些清水 进去煮 清水 这个清水加多少是根据个人 你想煮多一点就放多一点清水 如果是你想煮少一点就放少一点 在这汤锅里呢 我加一勺这个苹果醋 这个汤的味道会更鲜美 这个牛筋牛筋这边的水开了 可以把它取出来 牛筋牛筋起初后 放入这个汤锅里头 整一个方程细细煮 煮到它烂差不多 然后再拿出来 这个锅装上清水 盖上锅盖煮开 现在水开了 我要先把这个青菜下去煮一下 放一点点盐进去 青菜这里的水煮开了 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个米粉泡发成这样白色的 这样就好了 可以拿去煮了 就用刚刚煮菜的锅 把这个盒粉放进去煮 这个盒粉呢 因为泡过了 所以很容易就煮 煮好了 就不要煮太久了 拿手去掐它一下 它软了就好了 现在关火把它捞出来 煮好的盒粉呢 拿出来以后呢 倒一些橄榄油进去 防止它粘连在一起 给它翻拌一下 这样它就不会粘在一团了 就松散了 看一下这个牛腱和牛筋煮得怎么样 用个筷子去擦一下它 如果是擦在这个牛腱上面 它能擦得烂 这个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个牛腱 再看看这个牛筋 也可以擦进去了 也可以把它取出来 这个汤呢就可以关小火 现在把这个牛筋和牛腱切一下 因为刚刚拿出来还是很烫 切开一下 让它散一下热 煮得很烂 锅加热以后 放上两勺的食用油 现在放入姜蓉和蒜蓉 把大萝卜倒进去 盖上锅盖 让大萝卜煮一会儿 打开锅盖 看一下 大萝卜煮得怎么样了 把萝卜翻炒一下 把切好的牛筋和牛筋 把切好的牛筋和牛筋 倒入锅中和萝卜 一起翻炒 把剩下的苹果醋和切碎了的小辣椒 一起倒入锅中 在锅中 加入一大勺的沙茶酱 继续翻炒 在锅中加入三勺的老抽 在锅中加入三勺的老抽 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均匀的上色 感觉有点干 加入一些清水 盖上锅盖 让食材在锅中煮一会儿 打开锅盖 看一下 现在加入两勺的生抽 继续翻炒均匀 在锅中加入些清水进去 翻炒均匀后 盖上锅盖 让它们煮一会儿 现在打开锅盖 看一下 里边的食材都软烂了 就可以盛出来了 现在我开始摆盘 在一个大碗中 夹一些煮好的和粉 然后放上青菜 再加上几勺 一条红烧好的牛腱 红烧好的牛腱 牛筋 萝卜 食材的明细 我会写在下面的说明栏里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去查看 在河粉中加入清汤 在河粉中加入清汤 撒上些葱花 最后 淋上一勺的鱼露 加了鱼露以后 这个汤就更加的鲜美 非常鲜美的牛腱 牛腱 大萝卜 和粉 就做好了 这样就可以开吃了 看上去是不是很肉人呢 好吗 好吗